新人抱头四串 因为大楼突然硬生崩塌 摩洛哥在当地周五晚间 11点11分发生规模6点8强震 监视器录下惊悚瞬间 另一个角度 原本在餐厅用餐的民众 拔腿往外狂冲 就连餐厅人员也跟着逃 还有不少人在推击中跌倒 大批民众冲上街头满脸惊慌 镇央发生在大阿特拉斯山 镇圆深度只有18.5公里 属于极浅层地震 威力很惊人 街上遍布砖块碎石 距离镇央仅70公里的摩洛哥历史名城 马拉克舌 它被列为世界遗产的旧城区 受创严重 这里原本是摩洛哥的观光重镇 就连英国亿万富豪布兰森 拥有的豪华酒店也在地震中受损 还有游客从饭店惊慌逃难时 手上还抱着枕头 因为余震不断 救难人员搜酒不易 加上罹难者实在太多 大批级处理的遗体 现在只能先就地安置 这摩洛哥自1960年以来 死伤最惨重的地震 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 在灾后露面 便宣布全国将办其哀悼三天 TVBS新闻众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